我們在外景看到新南還有窒息 我們試駕的是這個2.0的 Toyota的Camry嘛 德哥請問一下喔 他這一次新增了這個2.0的動力啊 對於消費者來說 是有什麼樣的好處嗎 應該這樣講 其實這一顆2.0的引擎 我一直都有很高的評價 他用的是開發成本 比較高的引擎 Dynamic Force 2.0 而且他光數據 你聽起來就會覺得很漂亮 173匹的馬力 然後21公斤米的扭力 而且他熱效率有40% 那大家一定會好奇說 什麼是熱效率 其實熱效率指的就是他引擎的爆發力 跟燃油的經濟性 就是有一些綜合的考量 那一般市售車的引擎 你如果能夠佔30% 就表示那顆引擎的熱效率已經很好 但是他這一個Dynamic Force 是40% 所以以這一台Camry 他算大房車 他平均油耗2.0的部分 是16.2 每公升16.2公里 所以他等於這個部分 已經算很出色 而且跟過去的2.5的汽油比起來 他一年節省的稅金 可以有4970塊 差不多5千塊 那你就會覺得 他的養護成本相對會比較划算 而除了這些以外 他還有一個變速箱 叫做Direct Shift CVT 那大家會覺得說 什麼是Direct Shift CVT 就是因為他可以模擬 時速的手自排 而且他還有一個Launch gear 就是起步的齒輪 就是藉由齒輪的放大 讓動力加速的時候 會讓你覺得比較輕快 起步也比較有力 而且因為檔位越多 他的齒比間距越綿密 他可以讓你引擎的優勢一直延續 所以你會覺得油門感覺很輕快 而且在這樣的過程中 你也可以去享受他的駕馭樂趣 因為他的車體剛性很好 他的車體的鋼材的硬度 有1500MPA 所以再結合他優異的懸吊 因為TNGA平台最厲害 就是他的底盤的服貼性 對有好的動力 好的變速箱 優異的車體 再加上好的底盤調教 所以這台車其實開起來是有樂趣的 聽德哥這樣講 這次小改款的Torota Camry 加了一個2.0新增的這個動力 好像是在這個性能 還有節能上面都可以兼具 那這些你剛才其實在外景上面 已經試駕過這一台 除了動力讓你表現覺得 覺得不錯之外 還有哪一些你覺得很多的優勢呢 其實Camry算是一個傳奇性的產品 對不對 可是我同時認為這台車是最具有 Torota時代感的車 因為非常多很尖端的技術 最新的科技通通都放在上面 例如德哥剛剛講 他整個power chain 以動力來說 包含他的其他的變速箱 很多人覺得都是這種CVT變速箱 好像都一樣 但其實呢 因為Torota的風田集團旗下的愛信 其實對於CVT變速箱是 開發非常非常的早 那其實大家知道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這個hybrid的車型 是用ECVT 他的結構構造跟傳統CVT 完全的不一樣 那另外在海外 有所謂的DCVT 就是雙油路的設計不同 這種駕駛模式下會做切換 那其實剛剛講的Direct Shift的變速箱 很特別 我們知道CVT 常常起步會有重拖的現象 他直接在裡面加入了一個齒輪 一檔齒輪 作為起步用 那不管是動力的響應 傳輸的效率都會好非常的多 而且有一個重點就是呢 在你起步的時候 你不會有那種預設心理 你不需要油門採的那麼的深 對於燃油經濟性也比較好 那講到這個節能的部分呢 因為動力 我們知道排氣量變小了 雖然馬力呢 小了一點點 小了八匹 不過他的油耗數據 有很明顯的提升 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 而且他的稅金 你一年可以省下來大概五千塊錢 我覺得對於這個動力的部分呢 我們終於還是算贏來了 我覺得可以算是新的主力的車型 那另外呢 當然不得不提的就是 雖然貴為一個中大型的旗艦仿車了 不過呢 Toyota還是把TNGA這個比較強調 運動跟操控性的平台所帶入了 那其實這個模組化的概念呢 有點像是積木 就組合 不管是底盤引擎變速箱 甚至小道這種油門踏板 他可以做不同樣式的組合 不管小房車大房車休旅車 每一種的車款都有 那其實TNGA的這個平台呢 呃有三個原廠所強調的重點 第一個呢是行駛質感 第二個是動力 第三個操控 欸 講來講去 怎麼三個都跟開車有關係 因為過去我們知道 其實Toyota是舒適性是沒有話講 但是帶有操控性的風田 哇 那真的是打遍天下的無敵手 在市場上 你要找到這樣的產品 真的是實屬不容易 那而且以他立我舉一個技術的例子 我們知道你常講這種改車改裝啊 千金難買什麼重心低 以TNGA平台來說 他把很多比較重的東西 例如引擎的重心 就降低了20mm 所以你整體的操控性也好 行駛質感它的 譬如說我們知道它的前脈外層 後雙A被這種特有的懸吊結構 不用去調的特別禁忌 或是操控取向 你還是可以保有很好的人車一體感 這就是所謂好的質感 好的底盤整整個車體結構技術 帶來給駕駛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當初啊 在大改款的Camry上面 所有的汽車媒體都覺得 哇 真的不一樣了 Camry帶給大家不同的世界的感受 就是因為這個TNGA的平台的加持之下 那這一次在小改款之後呢 大家一樣可以選擇2.0的有兩款 這個汽油版本讓大家選擇 2.5也有兩款的Hybrid 讓大家選擇 可是更重要一點 在改款之後 安全的配備上面更是全面的升級 同時不論是你買到入門或者是頂規的 完全安全都是不分等級的 而且尤其他的TSS 已經到了2.0對不對 欣然 對 其實現在這個 我們今天介紹這2021年是最新的 New Camry的小改款 那剛剛冠寧講 他的四個編程的車系 都已經有TSS 他進化到2.0的主安配備 我相信這是消費者非常重視 也非常喜歡愛用的配備 那幾個主要的這個功能 當然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 他有Stop and Go 就是我們講 全速域的自動跟車的ACC 然後他也有這個LTA的車道 循跡輔助 那其實過去陸續他們家的車 陸續去2.0 大家應該也都了解他的功能 就是他除了有這個道路標示 清楚情況下 可以做這種全速域的跟車 那如果不清楚 他就跟著前車的循跡的這個軌跡 去做跟車的動作 那另外這次進化在這個PCS的 碰撞疫情的上 他也增加了像是這個主動殺停的 這種預殺的功能 然後我們剛剛講過的這個LTA之外 他如果你在沒有這樣設定 他也會有車道 原本的這個車道偏移的警示 跟輔助都是有的 那如果到了他比較旗艦的高規的事情 我記得他的編程又會更豐富一些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標配之外 他也會有像盲點 RCTA 然後還有一些 前車跟後車的那個倒車雷達 對 倒車雷達 我相信這個尺碼當然四米八中大型房車 可能對開車技術 或是到比較都會的停車的時候 我覺得倒車雷達 包含倒車的顯影 等等的輔助也是很重要 那其實剛外觀 我們也有看過他的燈具上 也有像AHB的遠近光燈等等 我覺得安全防護的都算是蠻到位 當然他最基本的 我們今天沒有去講 就是他有像七顆的SR補助氣囊 以及我們剛剛講 TNGA底盤的進化 包含GOR的這個高剛性的車體 我覺得會讓這台車 就像我們他這樣 一路這樣過來 除了過去的舒適 到現在的運動感更好的性能操控之外 安全也是更完備 真的 因為在小改款之後 他們所搭載的 就是最高有到三十四項的 主被動的安全配備 可是大家想說 這些好像在小改款之前 是不是有 大家有點傻傻分不清楚 我們就來看一下小改款之後 在進化的這個安全的配備上面 其實多了哪一些 智希幫我們做一個小整理 對 我剛剛講這是具有時代感的車子 因為在主動安全系統上面 也放入了這個品牌 最新的一些科技 很多甚至是你要在豪華品牌 高級車上面才會見到的 例如剛剛講這個 以都市的防護性來說 除了這種主動式的殺停輔助之外 還有一個新加入的系統 叫做路口轉彎偵測 路口轉彎偵測 例如說我們行駛在車道上面 你左轉是不是會有對向的來車 或是對向行人 右轉會有這一側的嗎 只要在你有打方向燈 而且時速做動範圍夠低的情況下 他可以進行偵測 如果他譬如說你現在左彎 發現對向有來車 你沒有注意到可能是野盲區 或許是被你的A柱擋住等等 或是有行人 我覺得行人可能是比較常會碰到的 盲區的一個狀況 他可以進行殺停輔助 包含當然也包含偵測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在都市的防護來說 是非常非常有用 那另外一個呢 剛剛像行男也有講到 他有 我可以算是Level 2 全速域的跟車 同時包含LTA 還有車道維持的功能 那以車道維持來說 我們講要做到居中的這個表現 就是反應牌要會有自己轉達的一個狀況 那一般來說呢 可能在一般品牌來說 你就是要具備有車道線的一個維持 那例如比較高階一點的 可能到EA2B號碼品牌 他能夠進行跟車 就是在標現不清楚的情況下 可以鎖定前方的前轍 進行短距離的一個跟隨 在全新的Camry上面 也加入這樣的功能 所以最後一個呢 再加上轉向閃避輔助 我們之前應該有些人有看過 就是可能放一個假人啦 高速開過去 不管是你要測AEB或是測轉向 突然左打方向盤 再往右回復到車道上 這些功能在上面都有 而且呢 只要在你是沒有打方向燈的狀況上 因為他打方向燈他會怕是誤觸 他就會進行轉向的輔助 而且假設今天行駛在高速公路上面 他同時還會在當下那個狀況 去偵測你的閃避位置 是不是有車輛 也許是藉由盲點偵測系統等等 讓你不會有的另外一層的危機發生 所以這些功能加起來你就會覺得 其實這已經 我覺得這已經不像TSS2.0 應該算2.5或是3.0之類的 他的我覺得在Level 2系統以上 所追加的這種安全防護 其實是多了非常非常的多